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整个能源上面的包含能不能有一个稳定 而且是低碳的能源 在未来会是我们台湾尤其是出口型产业非常重要的竞争力 我们也看到其他的国家在这个部分进展得非常快 比如说韩国他们订出来2035年 他就是已经要订电的排碳达到零 那我们看不到台湾在这个部分的目标跟做法 现在虽然政府已经订出了2050年近零碳排的目标 可是我们在企业经营我们都知道 要达到一个最终的目标 我们中间会有几个检视的点 这个部分我们一直都期待政府能够订出一个更明确的 然后我们企业也绝对会来支持 一起想办法去做得到 目前看起来就是多元能源的组合 会是一个对台湾比较好的解决的方法 那这里面包含过去的火力发电 天然气的发电 还有绿能 风电 太阳能 或水力 甚至于到轻能的发电 在这一次的COP28其实也把核能当成是绿电 那台湾过去因为有核能的这个政策 那核能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基载的电力 我们也希望未来能够在这些部分能够重新再做考虑 把各个不同能源做一个最好的组合 让我们既有稳定的供电又有很低的这个碳排 台北市电脑工会在过去的发展里面 我们也与时俱进应对气候变迁 我们成立了台湾气候联盟 我们参与国际活动 参与COP的活动 那我们也成立智慧移动联盟 5G智慧干联盟 甚至于现在资安就是国安 我们也成立了资安联盟 希望就是未来在方方面面 除了产业自己的发展 我们也希望能够集合整个产业的声音 对政府做更好的建言 从产业到生活到政府的施政 能够连成一气 让整个台湾社会非常好的发展 财讯 财讯其实平常我们在看 我们是获得了很多产业跟国际的经济的趋势 所以其实对我们的讯息非常及时 而且非常有帮助 财讯50周年之际 第一个我要感谢财讯过去对产业的贡献 祝福财讯生日快乐 我们也期待未来还有更多的服务 给我们这些读者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